大哥 你怎么回事啊 哎 小妹 爸 你们怎么来了 咱爸翻新旧房子 说好的每家两万块钱 你的钱呢 哎呀 你瞧我这个记性 爸 我一忙把这事给忘了 明天一早 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 这明天 装修工人就过来了 你千万不能把这事给耽误了 爸 你就放心吧 大哥 你可别光说不做啊 再说了 你也不差那几个钱吧 你就放心吧 小妹 咱把翻新旧房子 这是好事 啊 明天一早我肯定送过去 姑娘 咱们走吧 我们走了 妈妈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大哥说话不对劲啊 爸 他不是说了吗 今天给忘了 我觉得你大哥遇到什么事了 他平时特别有孝心 他不是这样的 这钱啊 应该在一个月以前就送过来了 爸 您就别多想了 哎 你看 这不是你大哥车吗 我去看看 哎 这位兄弟 你怎么开的是我大哥的车啊 你大哥的车 哦 对 这车是你大哥卖给我的 我听说 这公司呀 好像经营遇到困难了 哎 爸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爸 你没事吧 二妹 三妹你们都在啊 大哥 咱爸那个破房子还装修他干嘛呀 不如咱们几个掏点钱给爸买个大房子住呢 大房子啊 没 没问题 大哥 那钱呢 钱啊 钱我明天给你们送过来 雪松 你到现在还得装 公司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爸 婶子不孝 让您担心了 雪松 请你记住 遇到什么困难 你还有家 你还有爸呢 这是平时你们给我的钱 我一封没花 这里有五十万 来 拿着 大哥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都不跟我们几个说 你还拿我们当家里人 我这张卡里有二十万 你拿着 先拿去应用集吧 大哥 这是我的十万 你拿着 雪松 花心些苦苦 把你们胸脉拉扯的 不是为了让你们给我养老 而是你们相互有个伴 相互有个造语啊 而不是遇到困难 一个人去扛呢 大哥 有我们在啊 就没有过不去的扛 是啊 大哥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感谢所有爱我的人 感谢所有愁我的人 一路上 好 好 谢谢大家